國安局的國會聯絡人 他們其實在立法院 並沒有設有辦公室 他們除了會到委員會的現場來 也會到立委的辦公室 來打聽跟蒐集一些質詢情報 國會聯絡人工作 就是當各部會合立法院的橋樑 負責蒐集實施議題 回頭替長官打Pass 審預算前請跑立委辦公室 解釋預算 安排長官白會立委 我可能要觀察你 我如果跟你講話 像我這樣眼神飄霧 好…身為國安局的人員 就可能要查除敷衍 而且可能是 有可能會在裡面 做一個興風作浪的角色 肢體觀察訓練 國安局上下人人必備 從動作衍生分析對方內心 進而引導到對自己有利的情境 熟悉他們的習慣跟很多的事情 那在有事相求 甚至於配合的時候 至少講起話來不外行 國安局出身的李天多 舉例立法院巡達 或是和媒體明代飯局 都要隨時關注對方反映 避免被反徵搜 每年二月還有終成考核 公關室的人員 當然就注重在保密洩密 會不會有這方面的第一個 第二個有沒有不當的接觸 他是的確有必要去觀察 可能不是這個委員本身 可能是委員的辦公室 在某些特定議題上面 是不是特別關係 儘管直接接觸不多 江啟臣對黃敬玲 還稍微有點印象 國安局找年輕貌美女性當窗口 本身就具有交際優勢 他們其實的交際手環是很高明的 甚至用一個比較世俗的眼光來看 是像花蝴蝶 靠臉套情姿 在情報圈時有所聞 曝光後的內幕 精彩程度堪比小說 也讓相關工作充滿神秘色彩 記者謝軍政 邵玉敏台北報導